书写上回咱接着说袁世凯在地方自治上好不容易的折腾点动静来 但结果被慈禧一纸调令给弄到北京去了 和他一起被调往北京的还有张之洞 就这样两位汉人在地方的实权一下子被拿走了 表面上从地方到中央这算是升格了 但是要想在中央有所作为 这事可没想的那么简单 就算袁世凯吐槽在首都干活这事不太好干 有这么一个人才进入他的视野 那么这位是谁呢 前面咱已经提到过 他就是经历异常复杂的杨渡杨大哥 杨渡这会儿已经不在日本混了 他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回国了 对1906年被推举为湖南县政工会的会长 之后呢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 那搞签名运动搞请愿搞集体上书 呼吁政府呢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 袁世凯作为当时军机大臣 因此进水楼台 有幸败读了阳渡的这份上书 湖南全体人民民选意愿请愿书 再说袁世凯啊 看了这份请愿书止不住的点头啊 人才啊 人才啊这是精通宪法才看大用 看完请愿书的袁世凯特别感慨 这人才啊我去 这我得找找他 就这样爱才的袁世凯呢 当然选择要找杨渡来聊一聊谈一谈 而接下来袁世凯呢 导见杨渡进京出任后补四品的县政编察馆提调 杨渡也欣然前往 各位还记得吗 早些时候啊 孙中山向杨渡伸出了橄榄枝 得嘞年轻人跟我玩吧 结果杨渡说 对不起我得要跟你PK一下啊 这边袁世凯伸出橄榄枝 欣然网枝 当然了不是因为个人魅力问题啊 而是完全两种道路的不同态度和选择 这儿要再提一下杨渡啊 前面有提到这人的名字里边有很多的胡啊 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总之啊 这位别名很特别 然后呢 是毛泽东的老乡啊 这家伙打小就是一神童啊 声名都传到了王凯运的耳中啊 王凯运是谁呢 也是一位湖南人 算是民国大咖级的存在了 王凯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 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 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啊 而且这人也特别的特立独行啊 居然放下偶像包袱 亲自上门请杨渡呢 做自己的学生 杨渡的神童程度 由此可见一斑呢 说到王凯运 说实话实在忍不住 因为这位被称为晚清狂人 实在有太多好玩的故事了 这挑点轻松的吧 说王凯运呢 作为文人嘛 风流运势 自然是少不了的 但是和其他的文人不同啊 王凯运的奇葩爱好 什么呢 是老妈子 你说这口味啊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吧 照说那肯定是找特别年轻的 好看的 身材好的 有活力的 对吧 但是王凯运呢 他的爱好还真的不在此 当时陪在王凯运身边的 是一个叫周妈的用人 而且呢 王凯运呢 还专门给他弄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 王氏氏雍周妈 这周妈呢 也很有意思 经常拿着这名片呢 进入社交场合 后来竟然发展为 打着王凯运的名字啊 给人家办事 收剪 有人说 王凯运的这种口味的选择啊 其实是对当时达官贵人的 一种反击 对吧 你们都喜欢那样的 我呢 喜欢这样的 当然了 他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言论 说当年他女儿呢 嫁给了一个渣男啊 然后写信向王凯运哭诉啊 然后王凯运的回复是这样的 说有女婿如此 不如为娼吧 对 你要不就 对 你说 这是不是亲生的 好了 晚清狂人 王凯运呢 咱就八卦到这啊 接着说 杨渡 作为王凯运的学生啊 他的师兄弟也非常厉害 你比如说 齐白石啊 师兄如此天纵英姿 他这做师弟的 那得加把劲啊 如此不平凡之人 本事自然也了不起啊 杨渡胸怀吞噬天地之志 擅长改朝换代之谋 因为他跟王凯运学的 正是帝王之术 用今儿的话说啊 这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那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 果然呢 也验证了这个道理 当了 这是后话 也面前自从有杨渡 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呢 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 不用自个儿动笔了 袁世凯还给杨渡 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 客座教授 对 在颐和园 为王公大臣们 恶补法律知识 开设免费的宪法讲座 袁世凯啊 这目的很简单 那要提高这帮人的素质 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 正所谓了解之后才能理解吗 就这样 有了杨渡的帮助 袁世凯终于有富裕的时间 腾出手来了 于是呢 他拉上跟自己一样 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啊 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 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 1908年8月底 受不了这三个人默默唧唧 慈禧老佛爷也感觉自个儿呢 没几口气了 终于颁布了 清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 这也算是给袁世凯他们几个人 软磨硬泡 好歹呢 给个回应吧 而颁布的条令里边呢 是这么说的 咱呢 要三步走 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 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 1917年召开国会 也就是九年之后咱正式开始立宪 只可惜呢 老天爷已经不太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更多的时间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1908年11月 对清朝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世界 11月14号 生得伟大 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 在迎台韩元殿 龙玉归天 十年38岁 回顾光绪的一生啊 他在任内 34年间啊 经历了太多的耻辱性的失败 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 只维持了百日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都是在他的任上签订的 最可悲的是什么呢 他的死 竟然还并非是自然死亡 当然了 围绕光绪的死一度呢 坊间是有很多传闻的 直到2008年11月2号 在用法医学的手段历史五年研究之后 国家青史编撰委员会在北京 举行青光绪地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 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披霜中毒 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 就此正式破解 算是有官宣版本了 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啊 光绪那肯定是慈禧 这个老女人给毒死的 其实呢 这事儿今天看来也未必 为什么呢 咱打个比方 尝试着去分析一下啊 看看能否走进事实的真相 打个比方吧 光绪皇帝就好比 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慈禧呢 就是那个铁笼子 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 羞辱这老虎 老虎呢 奈何你不了 可如今 你知道这铁笼子就快散架了 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 咬死你吗 于是那剂毒药 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为这老虎准备好了 而且呢 连时间都算得非常精确啊 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24小时 就能让这老虎毙命 神不知 鬼不觉呀 换句话说呢 在光绪被软禁的这些日子里边 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 宫女也可能都开始欺负他 不给他好脸看 冷言冷语刺激他 吃穿用度呢 全都是最差的 甚至他吃的东西里边还有些已经发霉了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光绪 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 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呢 当然嘛 大概率 肯定不会放过 对吧 而至于光绪为何有负起的机会 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得挂了 所以呢 必须得先把光绪弄死 他如果不死 铁定得接着当皇帝啊 当然了 这也只是多种可能理的一种而已 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啊 证明呢 他是命中注定 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 呜呼 可怜的光绪皇帝啊 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啊 从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仍然还在读着列国政治一同考 孟德斯九法一 日本预备立宪 万国国力比较等书 看来他到最后一刻 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报复 咱呢 也说句公道话 光绪呢 也算是一个奋发向上的好君主了 但很遗憾 他没有康熙那样的好运气啊 身边呢 也没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人 来帮着他提点他 如果啊 咱设想一下 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 各位 这历史又将如何书写呢 哎 历史没法假设 对 一切都结束了 关于光绪的一切 画上句号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 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就这样 光绪带着遗憾 带着痛苦 杀青了 退场了 离开了 也是在这一天 慈禧 这个掌控着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 也终于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 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快厌气之前 慈禧为这个国家的未来 也为自己死后的哀荣 做了最后一次重要安排 发布三项最高指示 这第一条呢 册封三岁的小朋友 溥仪为皇帝 算上同志 这是慈禧雍丽的 第三个小朋友皇帝了 这第二项 命溥仪的父亲 再封为摄政王监国 这第三项呢 国家遇重大事件 需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 龙玉太后的一职 就这样 光绪死后不到24小时 也就是15号 74岁的慈禧 病重去世 在长达48年的执政岁月里 与他共事的众多大臣当中啊 很少有人能够瞥见他内心深处 但毫无疑问 常驻他内心深处的 一定不是快乐 在那个男权盛行的年代 一个女人苦苦支撑了这么多年 也是不容易啊 这会儿应该想起的歌曲是 五月天的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高处不甚寒啊 快乐 对于那个位置上的人 何其奢侈啊 好了 咱一句话总结一下吧 送送慈禧 专权之野心 永垂不朽 彪悍的人生 无需解释 得了 盖棺 盖棺 通常理解为是盖棺定论 但其实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重新的审视这段历史 也在重新的评价 慈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然了 说到盖棺 也有人会提出异议 等会儿 这人谁啊 孙殿英 因为多年之后 他会重新的炸开这个关 然后呢 盗绝一番 这是后话 咱以后再讲吧 时间来到1908年12月2号 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谁呢 爱新觉罗 溥仪正式继位 号 宣统帝 有人说 他在不恰当的时候 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 无奈的 不由自主的人生旅途啊 溥仪不到三岁 第一次登基 三年后呢 就第一次退位 之后的几十年 东跑西巅 瞎折腾啊 基本上干了三件事 登基 做傀儡 退位 正所谓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这个溥仪呢 在很多人看来 心里有问题 属于不良少年啊 溥仪在 我的前半生的书里边 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除了玩骆驼 喂蚂蚁 养蚯蚓 看狗打架之外 更大的乐趣 就是恶作剧 比如说 我把藏有铁杀的油膏 给太监吃啊 用铅弹 向太监的窗户打 后来 直接用铅弹 打太监 这是人干的事吗 熊孩子啊 而且熊的有点过了 当然了 这会儿 咱要重点提一下 溥仪他爹 在风 22岁的时候 在风呢 作为龙套啊 在官制改革中 出过场 但24岁的时候 在风就以主角的身份 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了 任军机大臣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啊 当时已经风竹残年的慈禧 准备把未来的江山 托付给这个年轻人 但是 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到 24岁之前的在风 还真没什么过人之处 26岁成为摄政王之后呢 更是一塌糊涂 那么 他何以得到慈禧 如此的看重呢 想来想去啊 估摸着 也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呢 血统 背景呗 前面咱说过 他老爸 易轩 在新有政变中 出过大力啊 亲自带兵 捉拿顾命八大臣之手 肃顺 对吧 他老妈 又是慈禧的亲妹妹 这样的血统和背景 可以给一生 树敌无数的慈禧 以更多的安全感 这至少呢 可以保证 他之后的执政者啊 不会为他的敌人犯案 啊 无论如何吧 1908年11月 在风成为 监国摄政王 从此成为这个 末代王朝 最后的 真正的领导人 话说 在风成为 监国摄政王 对袁世凯来说啊 可不是个好消息 袁世凯内心 非常的忐忑不安 他很明白 在再风的心里边 自个儿 早就已经是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 以后自个儿恐怕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此时的袁世凯啊 内心纠结且挣扎 对 我该怎么办 我又将何去何从呢 各位 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 欢迎您接着收听历史深处的民国 没了 也欢迎各位在听故事的同时 随时点赞留言互动分享 订阅咱们的节目呢 可以随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期待您的小爱心 当然了 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平台搜索 毛泽东论中国历史人物 从轩辕皇帝到孙仲山 咱们下回接着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